Hero Toys的剑圣总算是来了 跟着我一起看看它的表现到底怎样 记得先在后看养神习惯啊 嗨大家好我是阿祖 今天我们来玩Hero Toys的剑圣 在这一侧则是一个标志型的logo 中间配上Hero Toys的标志 这一侧印着剑圣的半张脸 还有它的一个人物形象 取出封套 内部的包装盒为开窗的样式 能够直接看到产品的内容物 将所有内容物取出就是眼前这个阵仗 我们能够看到剑圣除了它的主体之外 还附带了一个替换面雕 一对裸足 八只替换手 以及五只配剑 另外还有两个剑人特效剑 这个看点还不错啊 那首先让我们来瞧瞧剑圣的主体 这款剑圣到头顶的高度约21厘米 它的整体形象我参考了众多个版本 实在是没有找出一个完全配对的形象啊 最接近的呢 是《风暴英雄》中的剑圣形象 但依旧是有不少的地方进行了修改 那素体方面呢 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他们家兽人素体的那一套模子啊 在肌肉高低起伏的隆起位置 有做出阴影的涂装 看起来的质感表现嘛 还是可以的 手臂的绷带 护甲 以及腰间的麻绳 和两侧的裙甲 还有小腿甲 都是以PVC材质零件构成 到了裤子部分 是使用到了布衣材质 底屋的两只脚 默认的是一对拖鞋造型 另外还提供了一对裸足 能够让玩家自行替换 在面雕部分 提供了一个愤怒的常态脸 和一个愤怒的怒吼脸 能够注意到这个怒吼脸 看起来还是挺有气势的 眼睛都采用了红色的点涂装 并没有做出瞳孔的刻画 后方的辫子也有所区别 怒吼脸它是一个小啾啾 而到了常态脸 则是一条非常长的软胶辫子 这个软胶辫子的长度 一路延伸至小腿后方 可以看到在末端 做出的是一个尖刺的造型 在两个头发的辫子部分 都是可以拆卸下来进行替换的 所以常态的情况下 也能够替换成怒吼脸上的小啾啾 同时怒吼脸也能够换成 常态状态下的长辫子 佛珠还是挺讲究的 每个都是光亮面 有大有小 戴在脖子上也是正好 关于背后的旗帜 是通过一个赛钢键连接在主体身上 只不过这里的过度似乎有点长 看起来会有点穿帮 后方的旗帜的杆子部分 都采用了类似木质的材质 其实它还是一个PVT的软胶件 到了旗帜部分则是一个布置材质 在边缘位置有做出阴影的界变涂装 中间的形象是靠压胶的方式来呈现的 总的来说正面旗帜的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只是这个连接件我觉得有点突兀 不过放在背后通常也看不到 所以这个就看各位的取舍了 简单看一下可动性 头部可以进行正常的左右旋转 以及这样的旋转 抬头 低头 肩部固定的是一个球形关节 只是四项的可动 能够前后上下的摆动 整条手臂的正常旋转没有问题 平抬角度能够超过90度 大臂支持平转 手肘的弯曲 里面有做出一档一档的尺位 有明显的固定效果 默认的是一对握持手 产品中还附带了一对握拳手 一对指向手 一对开掌的招架手 还有两只造型不一的左手 左右旋转 侧向摆动 然后抬胸和弯腰 腰间的配刀可以拔出 里面的刀刃有做出分色来 安插回位 也有明显的固定位点 大不会松脱 固定它的麻绳根部 也为球形关节 支持垂直旋转 能够调整不同的角度 最后是整条腿的前踢 后踢 还有侧踢 这条裤子会对腿部的 极限可动造成影响 但正常的可动范围 还是能够达到的 并且能够看到 这条裤子做出了很多的扯重 一层一层的 看起来还是挺有模有样的 屈膝表现 同样的膝盖部位 也有做出一挡挡的齿位 能够让脚在弯曲的过程中 固定在每一挡的角度上 到了整只脚的部分 能够左右旋转 侧向接地 上下的抬动 那关于他们家的这套受人素体呢 各位相信已经是很熟悉很熟悉了 无论是在可动范围 还是在把玩的手感方面 都做得比较不错 只是呢 健身增加了一条布置的裤子 限制了它下盘的 最大可动极限范围 不过正常来说 摆点POSE也是没什么压力的啦 总的来说 它的体验还是蛮好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健身的标志型武器 这把长刀 握柄位置采用了分色涂装 呈现出类似布衣绷带的质感 后方是有个金色环环 到了前方的刀刃位置 看上去有点破败不堪啊 特别是前方的刀刃处 还会有几个缺口 再加上本体又是一个 材质较软的PVC零件 所以看起来的精度表现 是没有那么高的 最后就是两个特效件了 火焰特效件 它是直接可以加取在 整个刀刃后方 固定起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紧实度还是蛮不错的 只是加了特效件之后 整把刀的前端会变重 那另外一个挥动P砍的特效件 它是固定在 整把长刀的刀头部分 来模拟出跳P的一个造型 看着还可以吧 也同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加了特效件之后 整个刀头会变重 如果你是这样子摆放的话 整把刀就会弯下来啊 这点需要玩家们注意一下 摆POSE的时候尽量避免 这样子的一个平面灰坎的姿势 OK那么总的玩了一圈下来呢 眼前的这款由Hero Toys出品的剑胜 在我看来 它的素体表现是很扎实的 它还提供了一个替换脸 一对裸足 多个替换手型 让这款产品有着不错的把玩体验 那在武器部分 它倒是提供了两种特效件 配合上这把大刀 能呈现出较为不错的造型 只是这把刀刃呢 有点软 在固定好特效件之后 会显得有点弯 在意的玩家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还原度的魔术玩家的话 这款剑胜似乎找不到它的一个原型出处 只能说只要靠近风暴英雄的形象 所以总的看起来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感觉这款剑胜做的如何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区留言讨论 制作视频不易 还望能得到你的三连助力啊 我是来分享玩具的神殿组长 我们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